我人民解放军 装备发展三大趋势越来越清晰了 国产装备发力 国际武器市场即将细排 真是好事连连 俄罗斯汉兵来得及反应 中国国产装备已经开始发力了 让俄罗斯更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装备可能会改变国际武器市场 大家都知道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中国和印度一样 是俄罗斯装备的大可货 咱别的不说 东海舰队四大金刚 四艘956型 又称现代级驱逐舰 就是俄罗斯卖给我们的 除此之外 像苏27SK 苏27UBK 苏35K28反潜直升机 道尔M防空导弹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俄罗斯的装备 他们有的已经退役 有的还在一线作战 虽然咱们是大客户 但是俄罗斯军工专家 对咱们的态度远比对印度非常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所列的大部分装备 咱们中国的军工 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甚至举一反三 另辟吸睛 取长不断 发展出了自己的相关型号 单单就那苏27来说 中国不仅完成了国产化 命其位 歼11还发展出了 包括歼11B 歼11BS 歼11BSH等一系列衍生的型号 至此呢 俄罗斯军工 应以为傲的侧位家族 在东方大国生根发扬 开花结果 而随着歼16的诞生 关于最强侧位的争论 也告一段落 尽管中俄没有给出一个定律 但谁都知道 解放军的歼16 以及歼16D 是名副歧视的最强侧位 在俄罗斯军工专家的回忆录中 对苏27这件事情的情感非常复杂 这里面呢 既有交汇徒弟 饿死师父的无奈 也有最强侧位 能够得以延伸的荣耀感 但是呢 俄罗斯要面对的现实 不仅仅是中国 不再需要俄罗斯了 还有正在面临国际洗牌的武器市场 据在28号那天 有记者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问 中国武器进口量 较之前五年下降了44% 作为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中国有何评论呢 国防部发言人说 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原则 这就是解放军装备发展的 三大原则 正是这样的坚持 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工人 不断学习 不断思考 挖掘各国装备的优点 菠菜重厂 化为即用 在俄系 美系装备 影响世界的时候 发展出属于中国的道路 近几年 中国自主设计生产的个性装备 收获了不少海外市场 从VT-4 主战坦克 到一种无人机 再到歼三腰 中国装备的身影 出现在越来越多 国家的军队中 国际武器装备市场 将迎来洗牌 此时此刻呢 俄罗斯军国 或许有些委屈 或许有些难过 但我想说的是 需要反思的是俄罗斯 中国并非落井下石 而是俄罗斯装备已经落后 不能够适应解放军 现代化的转型 无法融入解放军的作战体系 即使装备进来进口的印度 也开始转向法国和美国 这里面的考量 不仅仅是因为地缘政治 更是因为俄罗斯装备的 现代化水平 已经落后于整个时代了 中国的体量 注定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 这不仅是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 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幻规律 就在中俄合作越发深入的背景下 对于俄罗斯来说 面临着两个选项 一是继续固步自封 维持着自己的骄傲 在现代化道路上掉到车尾 而是和中国坦诚合作 取长不短 路是自己选的 俄罗斯能抓住历史机遇吗 对这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见